中國海警上個月二十五號 再度侵擾金門海域 我方大聲廣播進行驅離 近期中國船隻越來越囂張 頻繁闖入我國海域 二號晚間更是直接連人帶船 強行帶回 一艘澎湖漁船大紀滿八十八號 一如往常出海捕撈 二號晚間八點十分 在金門外海東北角進行作業時 遭兩艘中國海警船強行登檢 最後整艘船被控制 在晚間十點被帶回中國福建泉州市 包含村長和五名移工 都遭到中國海警控制 打開交通部航港局AIS系統觀測 大紀滿八十八號七月二號軌跡 凌晨三點還在金門外海 但截至晚間十點四十四分 已經被帶回中國圍頭港區 海巡署接獲消息後立刻出動三艘快艇 前往卻遭到中國海警船攔阻 過程中我方不斷喊話 要求中國釋放漁船 但中國卻僅回應要求誤干擾 更再度派出四艘海警船 接近形成七對三的局面 目前海巡署強調陸委會和漁業署 會透過兩岸管道 競速要求中國釋放漁船 中國海警先前宣布新的海上執法規定 上個月十五號正式生效 可在認定的管轄海域中 登檢扣押涉嫌違反規定的 外國船舶及人員 最長可到六十天 對此海巡署批評 嚴重違反國際法及相關國際慣例 如今跟囂張扣走我國漁船 令人髮指 此時新聞 孟國華 室長雲 臺北長報道